这一波全球股市的压回震荡 的确非常的令人胆战心惊 而就在此刻 当然大家要越冷静 越平静的来看待 目前为止的行情 还有在策略面的部分 不管是持股的或者是空手的 因为现阶段 也是一个财富重新分配的开始 对 当然危机就是转交 每当这个时候 我觉得投资人更是要冷静去 面对自己手上的持股 或者说接下来你应该用什么 心态去看待接下来的发展 当然第一个我觉得大家一定 心中的疑问 到底什么股票该不该砍 有时候怕砍 会不会砍在低点 而且大家会有一个传统概念说 它只要是优质的股票 只要相对比较优异的 以后一定会涨回来的 所以就抱着 这样对吗 我觉得一半对 一半对 就是说等一下我会讲 就是说为什么是一半对 因为有些个股当然好 但是短线我觉得它可能还没跌够 我还建议投资 好的股票 当然有一些是卖押中心的 你要先买 好 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个 不一样的角度去看 第一个我会认为要避开的 我们都知道 杀最凶的 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要融资多杀多 你可以看到像这个 上周以来融资是大幅度的一个减肥 所以第一个我觉得 大家市场上最会有压力的 当然不会是现股买的股票 比如说就像刚才小玉谈到 有些投资一定是类似 可能台积电 maybe台塑四宝这种 它视为长期投资的定存 它可能买了 它也不想卖它 对 不想动 所以它潜在的卖压 我觉得不会这么重 但是像这种用融资买的股票的 因为第一个 它有维持率的压力 它如果不补钱 那券商会要你砍股票 有时候它也算是不得不卖 所以说在当这种融资使用率高的个股 如果它的一个跌势又加深的话 那引发而来的多沙东买压比较重 所以我这边只是大概举例 我就抓一些融资使用率比较高的个股 比如说像石权 慧赚科 永章 立志 分别都有五成八成 到到76%59% 我们大概看一下 它们的线图 下面放一下融资 因为比较关键的就是说 当融资比较就是石权 当然这一波它的形态算很强 不过你去看哦 它从二月份以来融资沿路增加 如果说从波段高点再下来 跌幅大概超过两成 甚至有时候接近三成左右 这一波进场的融资 它就会有所谓的一个 补维持率的压力 补报增金的压力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来讲 就会提醒投资 这种高融资使用率的个股 你要稍微留意 不是说都不好 只是你要更小心 它引发而来的卖压 再来像刚刚谈到慧赚科 你可以看到 其实慧赚科已经跌了 一大段的时间 但是它的融资 其实并没有退 你看就是光从 去年的第一世纪 大概六十几块跌下来 其实已经跌了超过两成了 但是你看到融资也还沿路攀高 那这一类的个股 我觉得它接下来 它的修正的压力 也会很大 即便有反弹 反弹之后 这些融资也会想要跑 这个我觉得你都是 稍微要去留意的 我们是大概举例一些 融资使用率比较高的个股 投资人第一个 你可以先检视一下 你所谓的持股 如果类似这种高融资使用率 这一波股价下跌 融资都还没有测对 还逆势增加的 这个要稍微留意 那第二个就呼吁刚才小姨问 就是说 这些好股票到底该不该卖 为什么说是一半对 就是说 我先举例嘛 比如说像权重股 你说这些股票 我觉得没有人会说不好 台积电大利关 鸿海富邦金 甚至像是台硕 台硕化 那我为什么认为 反而我会建议投资人 可能可以先做部分的减码 不一定说你 全部要砍出去 但是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 外资它要提款 它一定会先找这些大型股提款 当然你说这些公司的前景 我觉得当然不差 大家台积电说 街当当然不错 鸿海说实在话 跌到现在这个价位 殖利率本益比也不差 然后这个跌到六字头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当然不预设立场 它后面会怎么走 但是你可以发现 这一波以来 其实这些权重股 很明显的就是卖压的重心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 因为这些权重指标 因为它跟指数的连动性比较高 那当然不是先入为主 看这个大盘 但是以目前来说 指数在现在这个位阶 我讲大盘 交权指数你要做一个V转 机会应该不高 所以上个礼拜 这个盘中 这个台积电一破300 红海一破70 大家就开始在问了 可不可以买 这就是空手者现在的心态 那因为这些个股 其实跟大盘连动性比较高 因为大盘要涨 原则上红海 这个大立官台间 连动性比较高 那你说这样子上去 你说除非疫情 告诉你马上消失了 原则它不太可能 它应该是渐进式告诉你 发便的人数减少 慢慢的一些 封城的打开之后 所以我觉得指数 它可能走一个震荡的格局 这已经是最好的 就很像主题 所以这些权重股 我觉得外资也不会马上就是 就回补这些权重股 因为它才刚开始转卖 所以我会认为说 大型股当中 可能投资人有的 你就先减嘛 因为它是未来的卖压中心 等一下下半段我会提到 因为大盘走稳之后 反而中小型股 一些利息股 它反而反弹的幅度会更大 那是你比较好的选择 所以这种大型指标股 我会建议先卖一翻 好 那该卖的就是高融资使用率 还有这些权重指标 那可以买的 因为毕竟说实在话 行情真的还不稳 这些反向型的ETF 我觉得投资人你可以把它 列为你的投资的避险 我以避险的角度 因为毕竟反向型的 不适合做长报 所以所谓的避险 就是说你限股有多少 然后一定的比例来买避险 而不是把全部的资金压避险 对 全部的资金 那就是有点投机了 那因为你可能手上有些持股 就像刚刚谈到的 你不愿意卖抱着 但是你还有资金 但是你可能怕持股的 一个部分损失 而这些着量买 比如说道琼的反应也OK 因为毕竟我觉得相对机会更高 因为美股的位阶更高 你看这一波它的跌幅 相对于台股是更深的 所以说一些 像或NASDAQ 还有S&P 它都在台湾都有挂牌的 有些都有发行一些反向ETF 投资你可以去做功课 我觉得你可以做避险 当然台湾50反应 我觉得也是OK的 当然黄金的ETF 我觉得也可以把它列入参考 虽然我们在发现 上周的黄金也跟着大跌 但是我们谈到 因为市场一恐慌 他们什么东西都要卖 比特币也卖 比特币从一个月前 1万跌到4千跌6成 黄金也是 因为大家就恐慌了 债券也是 所以黄金大家不是一向觉得 它是一个避险吗 对 那为什么要卖 其实就像我们讲的 就跟投资人卖股票一样 有时候维持率不足 它要卖一些股票 或者手上有赚钱的 法人也好 我也只能卖黄金 但是我觉得 应该是后续性上来讲 它还有空间 因为毕竟全球量化宽松 黄金在所谓的通膨黄金之下 它还是具有保值的价值 那再来VIX 我只是短线提醒 就是说 短线上你可以去留 因为毕竟它在 过去有一波快跌过的净值下 是不适合长报 因为这些避险型的 我觉得都以短线操作为主 好 所以现在看到这种百货公司 疯狂掉楼大拍卖 好多好多的股票 都比原先你关注的股价 还要来的低 还要来的便宜的同时 就像刚才讲的 有一些优质的好股票 或者是有一些 你关注这种 高值利率题材的个股 到底什么时候 才是一个适合的出手时间点 我们下个阶段回来 继续追踪 谢谢大家